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雾忽然感觉有些异样 眼前的画面好像刚刚已经闪过的一样 还转头追上一辆大货车 大货车的司机靠着座椅一动不动 这个方向盘在他手里就是不盘 任由车子飞速的前进 眼看着货车就要转到了一个小孩子 雾把手伸进车窗 抓住了司机的胳膊改变了车的方向 虽然救下了小孩子 但是自己也被迎面而来的小汽车撞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自己已经是躺在医院里了 拥有主角光环的雾 虽说是被撞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又想起了当时的异样 那个现象他称之为虫影 而这个现象出现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事 一般会回到一只五分钟之前 看到同样的场景 就好像谁逼着他去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一样 他推干家门 看见了他的妈妈竟然来了 雾总是把妈妈称之为妖怪 因为他总是能准确的猜出他的想法 而他和妈妈的相处方式更像是朋友那样 晚上妈妈看电视的时候 忽然跟他说起他上小学的时候 发生的诱拐案件 雾想起他当时的同伴同学好像是死了 那时候的他经常和一个叫白鸟的善良阳光的小哥哥一块玩 但是最后万万没想到 警方确定的诱拐案的凶手 正是那个爱笑爱玩的白鸟哥哥 到了第二天 雾和母亲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刚刚在他身上好像又发了重映现象 他隐约觉得不对劲 这时他妈妈看见了一个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 但是那个男人并没有把小女孩带上车 他妈妈拍下了照片后仿佛想起了什么 晚上的时候妈妈跟雾说 下午应该是一起诱拐案未遂 雾想去小学的时候 他的同班同学厨越 正是诱拐案的受害者 案发的那天 他曾在公园里看到他 他总会自责 如果他当时叫厨越一起回家 应该就不会发生惨剧了 雾的母亲自从在停车场看见那个男人之后 就一直在重新调查当年的事情 他感觉当年的犯人也许真的不是白鸟 到了晚上 他回到雾的家 刚刚放下东西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正要回头 身后就被捅了一刀 他看见了犯人的脸 他伸出手想要给雾打电话 想要告诉雾当年他错怪了雾 凶手果然不是白鸟 他应该相信雾的 但是他的手机被凶手拿走了 雾下班之后回到家里 看到了被杀害的妈妈 他不敢相信的叫着妈妈 这时隔壁的阿姨正来给雾送东西 恰好看见了雾满手鲜血的坐在妈妈旁边 雾马上就被锁定成了嫌疑人 他忽然想起了他回家上楼时遇到的那个奇怪的男人 此时的警察已经来到了他家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凶手不是他 他又找出杀害母亲的凶手 还有他小时候的那起连环诱拐案 他奋力的向前跑着 忽然眼前一飞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忽然身边的场景全变了 有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小学生正催促着他 马上就要迟到了 他自己也背着双肩包 原来他回到了18年前 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讨论着当时流行的游戏和电影 他回到家 看见了鲜活而又年轻的妈妈 他终于想明白了 这依旧是重映 这次重映回到了18年前 他注意到了那个诱拐案的受害女生 厨越 那个腿上有着鱼青的女孩 他回到家里 在抽屉里找到了厨越的作文 厨越的作文里充满着想要逃离母亲 逃离现在的生活的句子 误认为这些都是厨越求救的信号 他感觉他之所以回到18年前 就是为了阻止诱拐案的发生 阻止厨越遇害 厨越总是自己一个人站在公园里 而厨越受害的那一天也是在公园里 他走上前 邀请厨越过几天去他家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厨越似乎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邀请 略有迟疑的答应了 在学校的时候 厨越知道吴的生日 吴却不知道厨越的 于是吴打算去老师的办公桌 看一下厨越的生日 没想到正好被老师打了个正着 老师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 大方的告诉了吴 他俩的生日原来是同一天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 还有十一天就要到厨越遇害的日子了 在回家的路上 他遇到了那个阳光的哥哥白鸟 白鸟有一些口吃 但是还是努力的说着普通话 吴一直都感觉凶手另有其人 白鸟只是一个替罪羊 他不光要救下厨越 还要救下白鸟 吴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去找了厨越 厨越好像没有回家 但是他的手套和书包散落了一地 吴顺着散落的书本 来到了一个储物间 打开门发现了伤痕累累的厨越 吴脱下衣服想要给厨越披上 这时厨越的妈妈过来带走了他 厨越也对吴说身上的伤痕是自己摔的 可怜的厨越回到家 依然受着母亲的摧残 母亲把他的脸按在冰水里消肿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厨越果然又迟到了 班主任找到了吴 问他为什么最近厨越总是迟到缺客 吴说厨越的妈妈总会在周六揍他 班主任说他也注意到了 之所以没有说出来 是因为害怕厨越在班级里受排挤 但是儿童咨询中心 总是抓不到他妈妈的把柄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保护厨越 吴回到班里 如果再等下去的话 厨越就要遇害了 所以他要拼尽全力 阻止见要发生的惨剧 救下了厨越 下午放学之后 吴带着厨越去看了星空 和他眼里最美的圣诞树 可能吴是想让厨越的眼里和心里 多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吧 这一期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了 毕竟十几集的故事 不是一个视频就可以说完的 希望大家可以给小美点个关注 加个收藏 爱你们哟